Hello,大家好,我是冬哥,防飞冬哥 今天我带孩子到曼谷医院了 孩子身上长了一些红色的斑 不知道是过敏还是什么真菌引起的 碰了小动物真菌引起 所以今天带孩子到曼谷医院来看一下 之前我们以往都是去蓝医院的 这次选曼谷医院,看看 因为理论上来说 曼谷医院是清迈最好的私立医院吧 前面护士问了一下大概情况 打电话找了中国的工作人员 情侣度是在取消道 大 Dazu 葭医院 两个人喷地出是 Scotty 測登记的医院前台吧 搞得有点像酒店啊 这个环境好像要比我们平时一直去的来医院要好不少 哈喽我们现在从医院出来了 他医院现在是两种 一种是立刻可以看的 就是成人的皮肤科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下午有一个儿童的皮肤科专家 所以我们就约在下午 现在正好到Central Festival来吃点东西 然后我点的是烤鸭面 还买了蟹 这叫蟹董嘛 底下还有什么蟹腿肉 我老婆的鱼肚 我老婆现在爱上这个了 我女儿的点了咖喱猪排饭 现在还没有上 先吃饭 哇 要咋着 不用打针吧 没什么人挺好的 现在我们就在这边等着 不知道是哪一个 医生可能还没有来吧 因为这里也没有别人 这个医生是刚刚进去的 不知道是哪一个 是不是啊 现在等着叫号 然后这边 助钱 旁边拿药 好了 我们现在医生这边已经看完了 现在就在等配药付钱 我说一下这边的感受 这边的整体来说 曼谷医院感觉要比蓝医院要好一点 无论从硬件还有环境上都要好处不少 特别让我觉得曼谷医院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的中文服务特别到位 无论是前台还是收银还是拿药的我都听到全部是有会说中文的包括挂号的前台阶段 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它那个中文翻译 非常的中文非常好 我觉得应该是个中国人 我都不觉得她是个泰国人 完全没有口音 听不出口音 当然我没有问她 我觉得那女孩子应该是个中国人 因为蓝医院的中文翻译 蓝医院我们去过两次 那个中文翻译是个泰国人 所以翻的有点感觉就有点加深 然后整个我们 全程看下来医生会诊的时间大概有40分钟 包括做检查 医生整个是有40分钟 所以非常的仔细 医生是一个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奶奶 对 讲得非常的仔细 非常认真 所以这时候我就觉得中文翻译的 好的中文翻译的体现就出来了 特别它会有许多的那种专有的词汇 都能够准确的翻出来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 好了我们现在这边算结束了 回家 等到出现回去用药 等到28号过来复查 拿今天的检查报告 对吧 好了前面呃今天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里看病的在私立医院看病的一个花销名系呃给跟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大概也心里有一个数在泰国清脉这边私立医院看病大概一个很有概念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一次呃那一次是孩子得了新冠 去医院然后整个下来看了大概一千人民币不到吧 后来走了走了保险对全部走保险报了呃是在蓝医院看的这次去的是在清脉的曼谷医院理论上说就是据我所值曼谷医院应该是这个清脉规模最大的私立医院了我们看一下整个费用明显 呃总费用呃总费用之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一共看了三千一百多块钱呃人民币大概是六百六百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好我觉得还是挺能接受的 然后 里面具体的费用的话上面这个就是要的费用要的费用两项加起来一共是一百七十九株 一百七十九株的话就三十多人民币要很简单其实就是一个是给孩子他 只养的对只养的呃类似于像那个抗过敏的那种药 是服用的还有一个药就是抹身抹身体的对抹身体的 呃医生说的非常详细然后他给我们选择一个是有激素的一个是没有激素的然后我们自己选择一些呃然后他给了建议最终我们根据他的建议还是选择了有激素的呃这个可能有激素还便宜一点 他说这个效果非常好只要根据医生的要求呃给孩子用药呃激素不会产生那种副作用 然后我们继续啊这里就是护士的费用是一百台铸然后这里给到医生的钱医生的诊疗费是七百五十台铸这个医生理论上应该就是属于专家门诊就是我的概念就是我们约的时候嗯底下呃底下那个注册台前台就问我嘛你们是要约下午的儿童皮肤科专家 还是就是现在就给你呃预定就普通门诊就是呃普通门诊我们后来还是约了专家的专家的是七百五十台铸呃还有一些还有就是孩子的那个给孩子他皮肤呃那些呃红红斑给他做取样取样的护士的手术费呃算是两百台铸四十块钱 然后最贵的那一项就是两千一百四十三台铸呃大概折合人民币的话四百多块钱就是实验室的费用就给到实验室因为他在那个皮肤上刮取一点组织然后要去做培养呃医生要确定到底是哪个类型的细菌呃细菌对哪个类型的细菌然后再针对用药 反正大概就是一个所有费用加起来一共三千一百五十七呃现在呃第一次的费用就是大概这个钱然后后面的话还有一次复诊对这个月还有一次复诊复诊的费用我估摸着大概一千多台铸吧如果他今天医生的用药洗到效果的话再次复诊的话就应该很便宜了反正这个就是大概在 清卖最好的私立原来应该是看病大概就是普通病普通疾病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费用我觉得应该还是能够接受的我觉得这这点费用啊好吧那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拜拜